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 国外视频以及赚美元这个事情 其实目前自媒体平台当中可以说 为数不多的还存在着的一些 比较偏门的玩法 这些方法就是 能够让人家花费比较少的时间精力 就能赚到比较多的收益 当然账号本身 它是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的 即使是同样的内容 同样风格的内容 也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数据和收益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是自媒体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懂的话 基本上就很难靠自媒体赚钱 因为内容不同 所以不同的账号去发 即使内容相同 那么流量和收益也不会完全一样 而且有的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别 这里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聊过一个词 叫做账号权重 这个概念具体怎么理解 我们给大家用一句话总结 权重就是你的账号 在你的垂直细分的流量池当中 所占到的排名 这个就叫权重 那么你的排名比较靠上 就意味着你的流量比较高 能分到的流量就比较多 那么排名越往下 分到的流量自然就越低 当然权重它是一个结果 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不是说权重多高 我就能拿到多的流量 权重更多的是我们账号 长期运营所产生的结果 不是说大家怎么提升 怎么左右这个是做不到的 更多的咱们还是去看账号长期的运营 当然讲这个可能很多人就听的有点迷糊 听不懂 这个我们不用过多的给大家去讲这些东西 它对于提升大家的收益 其实帮助不大 咱们说收益问题 其实就两个角度 一个是流量 一个是单价 只要你有正常的单价 然后每条视频都有正常的流量 接着就持续更新增加视频数量 在视频数量不断累积的情况下 每天的平均流量就会不断上涨 那做不了多长时间 基本上收益上升的就差不多了 满足自媒体收益的一个最低的标准 比如每个月3000块钱5000块钱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就很困难 这个其实做起来一点都不难 每个月有5000以上的收益 每个月有3000以上的收益 这个基本上大家入门自媒体 只要你愿意做内容 愿意坚持绝对没问题 要是5000以上的收益 只要大家能搞定流量这个话题 就绝对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那么对于国外的这些视频 这里我们分两个角度 就是根据不同的平台 首先国内的平台去发国外的视频 这个角度一定要满足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下载这些视频 上传这些视频 这个其实很简单 基本上能接触到的人都会做 包括咱们课程当中 也给大家提供相关的一些工具 软件教程 这个都有 那么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算于说国内的这些平台 你该怎么去获取它的收益 这个不是说你所有的视频 拿到这个平台上 它就能获取收益 肯定不是这样的 国内的平台也不是傻子 所有的平台 都是对内容有一定的要求的 你不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不管你是从哪找来的视频 你从这个国家的 那个国家的 还是说个人原创的 那都没有用 只要不符合平台的要求 都是拿不到这个钱的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常识 第二个角度 就是把国内的视频去发到国外 这个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流量的问题 国外的平台刚开始的时候 流量会非常非常低 低到几乎让人绝望 也就是这个问题 导致99.99%的人做不下去 但是其实这个事很容易解决 就是国外的视频 它起步虽然慢 但是它比较长久 只要大家愿意做下去 一直接着发 肯定是能做起来的 这个绝对没问题 另外就是国外的平台 要求其实没有那么多 像国内自媒体平台 一般每个平台 限制的是一张身份证 只能有一个账号 基本上我们说的一套信息 就是一张身份证 对应一个手机号 再对应一张银行卡 这个就是一整套的账号 那么目前这一套账号 一个平台 每个人只能注册一个账号 如果你想注册第二个 就把这些信息的都得给换了 就得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身份证 再换个手机号 对应的去用到他的银行卡 这就是另一套身份信息 所以如果你想多做几个账号的话 除了家里可能有几个人的身份证 你可以用 那其他的想再多找一些 就很困难 要通过外部的一些 其他的交易 这个个人是做不出来的 当然有一些自媒体平台 注册时间比较早的一些账号 是可以绑定其他人的身份证的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你可以去做MCN 如果去做这种机构的运营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机构 录注的这个账号 整体流量达到一定的层次之后 平台会给你开通这个权限 就是所有的这些账号 统一进行提现 直接提到你的这个MCN机构的 这个账号里边 其实也就是企业对公的一个账号 那这个对个人来讲 你就必须得去注册公司 然后开对公账户 去做公司运营的那一套东西 那么除此之外 国内的平台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去搞定这些问题的 国外平台相对来说 要求比较宽松 你注册的时候 它不会要求那么多东西 那么身份信息 基本上就是随便填 你想填谁就填谁 这个填的对的错的 基本上也没问题 一般来讲 随便找一个身份信息就行 那么做这个账号注册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邮箱进行注册 没有邮箱的话 还可以直接就注册一个邮箱 那同时为了账号的安全考虑 可能会要求大家去验证一下手机号 但是这个手机号 你用还是不用 就是你绑定不绑定到这个账号上 这个没关系 如果你不绑定的话 也可以 只要你的邮箱能正常使用 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另外就是提线的问题 国内的话 可能会涉及到身份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和身份的关联性也不大 就是你提线的时候 随便绑定一个银行卡 都能进行提线 不管银行卡是在谁的名下 都是可以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要求 像国外的平台 批量注册一些账号 绝对没问题 只不过有的人会出现一些IP变化的问题 就是你同一个IP下 可能登录太多的账号 比如说登录30个50个100个 有一些国外的平台 它能检测得到 就会感觉你这个操作是比较敏感的 你老是频繁的做同样的动作 这个也是不行的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用到的一些工具 一些梯子什么的 你去更换一定的节点 这个基本上就很难查出来了 当然这个事 它是一个比较耗费精力的事情 很多人是不愿意做的 因为你前期看不到钱 如果说所选的领域不好的话 可能你三五个月也开通不了收益 因为国外的平台 开通收益的话 还需要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 难以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其实只要你能够坚持的下去 这个收益还是非常可以的 因为我们拿到的是美元 而且视频的单价很高 基本上1万的播放量 300多块钱的单价 至于这两个方向 其实就看大家怎么选择 各有各的特点 而且都能做 目前都是可以赚钱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 想要系统学习自媒体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的课程 课程价格也不贵 108块钱 课程的介绍就在视频内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观众 这是咱们现在